在中国招募8700名工程师 只需要两周时间 你说我这个工厂建立在哪 把整个地球扒拉扒拉算盘 看一看产业链外溢 势能上的差别 全球价值链的重心 越来越向中国集中 疫情期间 中国好多企业都停工了 这个停工会不会影响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地位 我们可以看一看 现在全球对中国产业 到底有多大程度的依赖 世界上一共有5052种商品 在国际贸易当中 这5052种商品是怎么来的呢 是各国海关都使用 同一套编码系统来统计 进出口有哪些产品 在这5052种当中 中国在1720多种当中 都是世界的第一名 而这个是非常难以替代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一部手机要想把它生产出来 就必须要在生产线上组装 大约200个零部件 而这200个零部件的每一个零部件 背后 比方说手机里边的耳机 它都需要有一个专门的产业生态 来把这个耳机生产出来 比方说一个大一点的手机品牌 它的旗舰型手机 可能这一批货就要有上千万台 那也就是说必须要有1000万乘以200个零部件 缺一个都不行才能把这个手机生产出来 那这个背后是要有一个庞大产业体系的 我们说一段时间的停工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会导致可能全世界要买这种手机的人 在一定时间之内买不到货了 那么这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 如果别的国家也想建立这么一条产业链 或者是这么一个产业生态系统 那它需要怎么样才能建立得了 是不是可以替代得了中国的位置呢 尤其是有些国家它可能人工成本是不是比较便宜 这个我们说就要从如何建立一个工厂 这个角度来加以考察 要想建立一个工厂呢 你必须得有工人有工程师还有土地 有配套的电配套的道路网络 要能够形成得了物流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 实际上世界上一般来讲通行的 每建立一个工厂基本上需要两到五年的时间 而且要有一大堆的工厂集群 才能形成某个方面的产业的生产能力 拿一个例子来说 美国上一任总统奥巴马 曾经问过苹果手机的创建者乔布斯一个问题 说要想在美国本土生产苹果手机行不行 乔布斯说苹果手机是苹果公司开发出来的 当然全套技术都有 但是呢在美国本土要想生产的话 就需要有8700名工程师和大概10万名左右 这个规模的生产线的工人 如果要是在美国想建立这样的一家工厂的话呢 难度在于光是招募8700名工程师就需要花费9个月时间 但是在中国招募8700名这样的工程师只需要两周时间 你说我这个工厂建立在哪 所以呢 别的国家要想建立一套能跟中国相比的产业生态体系的难度 就在于不光要有基础设施的规模 还要有人口的规模 所以呢把整个地球扒拉扒拉算盘 看一看好像整个地球上也只有中国能建立这样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网络 所以中国的这个产业体系和产业网络呢 不会因为疫情的停工挪到别的国家去 至少是在几年之内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问题 有人说中国承接的是全世界产业体系当中中低端的一块 而中高端呢 是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的 是不是这样呢 实际上一个产业体系真正核心的部分呢 是整个体系的需求在哪 是经过了一条生产链条大概几百个环节生产出一个产品之后呢 它要卖给谁 要卖给谁决定了这个产品会怎么设计 也就是说先有消费的需求 消费的需求决定了整个这个产品的设计 在之后把这种设计出来的产品在全球配置 如何去生产如何去组装如何安排销售 而现在全世界最具有消费能力的市场 实际上是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呢 有14亿人口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中等收入的消费群体 中国为什么在世界产业链当中越来越走向中高端 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 是因为中国有着世界上主导性的消费市场 以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产业集群 整个全球价值链的分布呢 现在不是在离开中国 而是全球价值链的重心 越来越向中国集中 从30年的跨度来说 就与90年相比 中国与越南是为二的人均GDP 发了30倍的国家 在疫情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越南会承接 更多的中国的一些产业 其实在疫情之前呢 这样的问题是在反复探讨的 我曾经去越南考察过 越南的一些工厂呢 确确实实承接了比方说包括一些运动鞋 还有一些玩具这样的一些产品 从中国的转移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它从中国承接这些产业的转移的时候呢 是离不开 它离中国地理位置非常近 这个条件 这个可能可以依托人力资源 或者是叫做劳动力比较便宜的优势 但是能够维持机器设备 尤其是要维护机器设备里面的软件 这些部分的运转 那你就必须要有比较强大的信息产业体系 和比较强大的机械工业 电子工业 这样的产业体系 越南呢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人口规模 还有人真GDP条件呢 实际上是不具备这方面跟中国竞争的优势的 恰恰可以说 越南跟中国之间产业链是在互补 而不是在竞争 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升级 朝着更加现代化 更加这个一套数字化和信息化的经济体来说 实际上产业链外溢 是中国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并且也是中国希望看到的一种好事 而从越南来讲呢 能够从中国承接一些产业转移 也是它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 比方说我们疫情期间的这个宅经济 已经促进了像远程上课 远程办公这样的一些数字化的行业的发展 而这些行业呢 它所依存的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 是大数据 也就是如果数据量越大 它就可以变得更加的智能化 更加的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使你在疫情期间开始用上它 但是疫情之后你就离不开它了 而对于世界来说 疫情所造成的休克现象 所造成的人跟人没法接触现象 可能会对产业乃至资金流 形成一个暂时的阻断 而这种阻断呢 如果要是没有能够很好的应对疫情 它就会变成一种长期的失血缺氧 就会对供应链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 那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和世界就会产生一个势能上的差别 也就是中国可能在数字化和智能化 这种新一轮产业科技革命当中跑得更快 所以这个世界格局可能因此而改定 情感兴趣的问题就是 别人在刷视频的时候 我就想问上哪刷视频啊 我也想知道